你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銀記錄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任務的專訪 還有議題的整理 帶大家去了解一些爭議性事件背後 值得我們關注的議題 我們有Podcast頻道 也有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當然也非常期待 您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透過您的捐款 透過公眾的集資 不管是什麼樣的金額數字 任何的捐滴力量 都是讓我們可以繼續成長 可以真正的走向獨立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持 今天節目當中要來跟大家討論一個 其實也是我們節目當中 長期關心的一個問題 就是有關原住民的 這樣的一些現象或是疫情 因為在前一陣子 這個東海大學 他們其實的原住民 就發露了一個爭議 因為我們知道 最近這幾年有很多的大學裡面 都設立了原住民 原資中心 但是原資中心 其實也很大部分 說要去做有關於原住民的這種文化 或者是一種跟社會對話 甚至有某種去協助學生的 這樣的一些目的在裡頭 不過不見得每個大學裡面的人 或是行政人員都對於原住民事務 是有一些理解 或是一些認識甚至是認同 所以去年9月的時候 其實東海大學的原住民學生 他們就穿著傳統服飾 在這個社團裡面演出 然後要講他自己的故事 以及在文化追尋當中 遇到的種種的問題 那不過 該校的這個原住民中心的 原資中心的這個主管 他卻說 這個穿著服歌舞表演很漂亮 可以帶動話題 甚至也提出說 他們可不可以穿著族服來拍樂曆 然後可以來販售樂曆 那這樣的做法 其實引起了原住民學生的一些不滿 那帶導致了很多人開始在討論 這個教育部在過去設立的 這個原資中心的做法 有沒有什麼值得 要我們再去檢討跟反思的地方 所以今天節目當中呢 跟大家邀請到 也是我們的節目的老朋友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 學系的副教授 東干老師 那他也是 他的漢名叫做陳章培倫老師 那他同時也是這個事件的訪視委員 東干老師你好 主持人還有各位朋友大家好 謝謝東干老師 再次接受我們的訪問 那也許 因為你是這次事件的訪視委員 可不可以請您先跟我們談一下 這個事件的一個大致的始末 以及你怎麼看待這樣的一個現象呢 其實 東海大學的原資中心的業務 那 看起來最近 不會有一些爭議 那這個爭議的起源 那大概是從 至少據我的觀察 大概從學校 開始設立原資中心之後 其實各界就蠻擔心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同類型的比較老牌 比較大型的市校裡面 中海大學 恐怕算是最晚成立 最晚成立這個原資中心的 OK 那他才剛成立不久的時候 因為 教育部其實每年都有針對這個 原資中心申請經費 進行審查 那 蠻多的審查委員就想說 一個老牌的 老牌大型的市大 成立的原資中心的業務 想要了解一下 他的狀況如何 所以他成立沒有多久 教育部就請了 幾位房子委員過去看 嗯 那在了解 在了解 學校去運作原資中心的 這個過程當中 的確就 發現好像跟其他學校不太一樣 那 你就會出現 助理人員或者行政人員 那麼以及學生 好像對於 學校如何去運作原資中心 會有些意見 嗯 那不管是一些活動的一些辦理 甚至 各校原資中心 一開始成立的時候 教育部原民會 其實都會補助那個 空間設置的經費 連這個空間要如何運用 我們都發現 學生和學校之間的 一間不太一致 那 呃 呃 所以當時 其實在 在我記得是一兩年前的 最第一次粉絲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 建議學校 盡量跟學生多溝通 嗯 盡量了解學校的想法 因為 當時其實我蠻擔心一件事情 就是 呃 一個老牌的私校 講坦白 他的行政人力 其實相當的充足 嗯 那 呃 呃 行政人員裡面的一些行政經驗 其實也非常的老到 可是你一旦碰到一個 呃 新的一個業務 當然以前不是說學校裡面 完全沒有輔導原住民學生 可是 以前 很多的時候 大概就是把原住民學生 當作一般生在輔導 嗯 那 你現在 呃 忽然 那個 伊法 其實 大專校院設立原資中心 那個是呃 原住民教育法裡面 規定要設置的 很早就有規定 可是以前就是 好像一個道德訴求條款 那客校要不要設 那就 看看貴校的自己的想法 可是後來教育部會覺得說 太多有的原住民學生 他通通通過特殊管道 呃 進到校園裡面 那但是問題是 呃 他 他 不管他自己本身的學業 呃 一些進展 或者是他的這個 整個學習環境 他是不是感覺到友善 以前都沒有處理 所以晚進這這五六年 教育部和原民會就 就用政策手段 盡量鼓勵各校去成立 那可是 這樣這個新的業務 其實各個大專校院 他的成 他的這種 這種接受 和他轉換的 他的那個 那個態度的 這個這個狀況 其實不一 那東海大學 就我的觀察的話呢 恐怕就是太過度的 以那個 以往 補導學生的這個經驗 把它套用在一個 可能在文化啦 或者是 呃 這種 這種族群生活背景上 不太一樣的一個 一個群體 上面 嗯 所以就會 所以就會出現 呃 去年年 去年下半年開始 發生的 這個學生 對外 那麼去表示說 呃 原資中心的 呃 讀管啊 那麼可能在一些 呃 跟學生有關的 跟原民生有關的事物上面 發言不大 所以 看起來是 從一開始的時候 信任 信任感就不太夠了 你信任感就不太夠的話 呃 學校 呃 就算是 呃 出於良善 哦 那個 希望原民生做什麼 哦 那麼可是在信任感不夠之下 那這樣的人會讓學生的解讀 我會覺得說 呃 就像我們一般 我們原住民常常講的 你不了解 我都明白 好 一旦這個信任感不見了 那麼很多事情都不太容易溝通 啊 那再加上 呃 看起來這一次學校的 呃 呃 幾位主管 呃 某種程度上面 他們 他們自己感覺上好像會會覺得很委屈 他覺得他對原住民是好的 是好的 是善意的 啊 那麼 呃 我覺得這是一個大問題啦 什麼大問題 其實 呃 在幾個場合當中 其實我都有跟學校溝通 我就說 呃 其實我們整體社會對原住民社會的了解不多 那 呃 呃 你們 我會 我當時有建議學校說 呃 或許應該去了解 呃 原民生為什麼反應這麼激烈 嗯 為什麼呢 因為從基本上面 我們每個人的家族 部落或整個族群 呃 在 尤其這些這些年輕人 十幾二十歲 那個基本上已經是啟蒙到一定的階段 嗯 他會發現他自己所屬的 的這個家族啊 這個部落啊 在歷史上面 啊 在歷史上的原汉關係當中 他是處於什麼樣的處境 嗯 所以這種 歷史上面被傷害的一種 一種一種記憶的基因 是存在在 在很多 原住民學生的這個腦海當中 嗯 嗯 那麼 那麼 呃 尤其在 其實 中海其實是蠻特殊的學校 大家都 在各式小五裡面 歷來的學生 都裡面 有一在中部的學校 他們是充滿前面的 沒錯 所以感覺起來好像 中海的原住民學生 他們的自主性也很高 自主性也很高 那麼在這種狀況之下 學學校 一方面他不了解原住民 那一方面他又沒有辦法一下子去接住 東海大學原民生的一種自主性 啊 那去表達 表達 呃 呃 我認為你對我的文化了解是有落差的 然後去表達說 哎 這個這個這個 你不尊重我的這個族群的自主性 嗯 好像硬要 硬要說 好像是指揮我們 要我們要去拍照啊 或是你叫我做什麼 對 要去做 就是這樣的 我們傳統看照展驗啊 嗯 對對 所以所以 所以看起來學校 呃 我再重申一遍 其實學校是一個老牌的學校 行政經驗 學生的服務的經驗 那個其實蠻多的 OK 哦 那麼 那麼 學校也真的把這個當作一個很 非常重要的業務在推動 嗯 可是就是因為對原住民不太了解 嗯 然後 對於原住民文化不太了解 然後呢 也對於原住民的年輕人 呃 在當代的這種時空環境之下的自主意識的一些萌芽啊 啊 那麼沒有辦法能夠去接招啊 然後就因為這樣的一個因素 呃 就慢慢的 呃 那個那個新人感不存在啊 那麼 後面還要再進行一些對話的時候就很困難 你剛談到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你覺得這些 呃 東海大學的這些行政團隊 事實上是用傳統的方式來去輔導 或是協助原住民學生 然後第二個 你提到說他們在心裡面 也許都還會覺得自己是太委屈 那這這部分事實上就有兩個一個問題 一個就是 剛剛談到的那個文化上面的一些落差 那這個會涉及到說 我們這一些原資中心的人員 他們在這個文化的敏感度 或是對原住民社群 或是包括這個歷史的發展的理解 是有多少的哦 那第二個 他會不會是一種所謂的權力關係 就是我對你好 但是或者是我是為了要幫你 可是實際上面別人又覺得不開心 那他會覺得說你幹嘛不開心 我都在幫你 我在我幫你做很多的事情啊 那你到底在不開心什麼 那這常常會是一種所謂的家父長事 或是一種上對下的這種權力關係 會通常會出現的一種反應 這背後事實上會出現的兩個問題 一個是剛談到的 到底這樣的一個組成的這些 行政人員他們對原住民文化 有沒有一些標準 他們對原住民文化的理解是多少 那第二個他在整個學校的體制底下 他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一種 所謂的權力關係 或是那個組織的關係呢 其實 其實 教育部近年 那麼其實 在原汁中心的 又推動了一段期間之後 其實也開始在 進行 對於原汁中心 以單位為基礎的 或者是以人員 為對象的一個 我們叫做機優原汁中心 或機優原汁中心人員的獎勵的計畫 在很多的很好的案例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出來一些對比 那就能夠 回應剛才管大所說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原汁中心的人員 也是蠻老牌的學校的行政人員 可是他新接了這個業務之後 他會嘗試去跟原住民學生打成一篇 嘗試去聽原住民學生 他們自己想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他去思考行政端 他們可以幫助什麼 那麼甚至比如說 我們也鼓勵 大專校院的原汁中心 儘量的去安排學生 一些足以學習的機會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甚至是駭人的這個 原汁中心的工作人員 他自己帶頭去鼓勵學生學習足以 他甚至自己就報名 去學足以甚至報名 參加那個足以認證考試 所以這種態度一旦轉變之後 我覺得那個影響很大 我覺得那個影響很大 所以 就我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還是回到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在學校身為教職員 當我們面對 可能不同背景的學生的時候 我們到底知不知道說 我們該做一些轉變 該去瞭解 該去瞭解對方 就像我們 我們身為教師的 有的時候你碰到學生 學習上的一些困難 一些問題 稍微比較認真一點的老師 你會瞭解 他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家庭的狀況 還是他感情的一些狀況 進而影響到他的一些功課上的一些學習 那我覺得這樣子一個基本態度 你要是能夠展現出來的話 你在原資中心的業務的推動上面 其實並不會說有多困難 但是我們也看到很多學校 他就是在這點上 他覺得說反正就是 那個教育部的一個補助 那我就設立 那我就調人過去 可是在整個心態的轉變上面 要是不太足夠的話 那個就很容易出問題 或者是 讓原先想要達到這個目的 那個可能會 可能會那個 那個折損 你的意思說 也許我們不一定要從所謂的文化 或是種族族群的角度 來去看待這件事情 可能回歸到一些 最基本的是一個老師 或是一個教育工作者 當他面對到不同學生 特別是不同背景 或是不同文化學生 他的態度本來就應該不一樣 他未必是一個純粹的 種族文化等等的問題嗎 本來就是這樣子 為什麼呢 你不要說針對原住民 那我有時候也會 覺得說比如說像一些外籍生 那國內最近這幾年 在推一些比如說新南疆政策 那一些東南亞的學生開始增加 那我們又對他們了解多少 我們會不會對他們又有 那種刻板印象 甚至是那種太文化的刻板印象 然後學校什麼活動的時候 都希望他們配合做什麼 這是一模一樣的態度 那甚至其他的一些背景的 也比較有差異背景的學生 大致上也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所以我會覺得說 像我們見過的 獲得教育部獎勵的一些 原資中心的一些工作人員 尤其是非議員住民工作人員 其實我們看到一個現象 什麼現象的 你去觀察到他先前在學校 其他單位服務的這個過程 其實有很多口碑都蠻不錯的 在各種不同的單位服務 這代表什麼呢 代表他非常的認真看待 當他的被服務就像轉變的時候 他會想要去了解 然後他會去 去摸索出來說 對這個新的服務 對像我該怎麼樣去 採取一個比較適當的態度 而不是只是一種守舊的一個觀念 我以前怎麼樣去服務學生 我就一體適用的 把他運用下去 所以那當然你遇到原民生的話 這就更麻煩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背景會跟一般的 尤其是漢人的工作 這個行政人員的距離更遠 那你一旦不懂得自己調整的話 那問題可能就更嚴重 雖然這個角度來看 是我們不一定要把原住民學生 當作是一些特殊的存在 和實際上面原住民族 學生資源中心 這個所謂的原資中心 這個概念 在學校裡面 可能都是一個特殊的存在 那當時為什麼會開始設立 這樣的一個中心啊 這個中心的被交辦的目的 或是成立的任務 大概有什麼樣的一些具體要做的事情 那如果從那個制度上來講的話 原資中心的成立 它是根據原教法裡面的規定成立的 那原教法裡面其實講得很清楚 他是要處理原住民學生 在校園裡面 不管在學習生活上面 那麼他有沒有一個比較友善的一個 我們講說族群友善的一個環境 讓他能夠比較順利的 能夠完成學業 OK 那大家會覺得說 反正你就來念書嘛 你為什麼要特別分 分這個不同的背景對象 然後提供服務呢 大家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我們國家的大學的這個 這個入學管道其實有很多類 當然一般大家所習慣的以前的聯考 現在的什麼 什麼繁星 個身 或者考試奮發 可是各種管道裡面 具有幾個管道是特殊生的 那個神學管道 不只原住民 身心災害生 甚至橋生 外籍生 那當然也有一些 像以前比較多的退伍軍人 或者住外人員之女 什麼的 在幾個特殊的入學管道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 初步判斷的出來 比如說身心災害生 或者是橋外生 或者原住民學生 他進到學校裡面之後 因為他先前的 學習狀況的落差 或者是 基本上面他的這個 這個 家庭社會生活背景 跟一般生的這個落差 他基本上應該是要被 給予特殊關注的一個對象 但是我們國家很特殊 橋外生 各校的橋外 橋外市 橋外族 很早就有了吧 有 身心災害 身心災害的輔導單位 也是很早就有了 可是我們對原民生是怎樣呢 基本上就讓他進學校了 可是完全就沒有 一些特別的一些輔導機制 那結果 因為沒有這個特殊的輔導機制 結果原民生可能修學率也比較高 那就這樣到過頭來 到過頭來你可能就認為說 你看吧 那個原民生果然 因為身心災害 那麼反而 反而在學校裡面 課業跟不上 對他到底是一件好事來壞事 可是我們不會這樣講身心災害 可是會這樣講原民生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族群的偏見 族群的偏見 的一個呈現 那 所以其實最早在原教法裡面的時候 本來就已經有一套體制了 那麼 希望說在大傳校園裡面 我們不是只是有身學保障的管道 讓原民生能夠有 比較好的機會能夠進到大學裡面 同時在大學裡面也要有相對應的單位 能夠接觸這些學生 嗯 因為我講坦白話 那個 不自我 即使是漢人的老師 我們在我們交換意見的時候 都聽過太多原民生的一些例子 什麼例子呢 比如說我就曾經認識政大的 政大的這個朋友 那個也是老師 然後呢 呃 呃 有時候就聽過一個例子 一個 一個原民生進到政大 在我們原民社會裡面 能夠進到才曾經教18真大的 原住民小孩子 其實成績已經算是很好了 OK 那那位學生他大一的時候 也看起來意氣風發 那 對自己的未來 能夠想像很多 然後對於各個科目的學期也很積極 結果到第二學期的時候 人整個就忽然消極下去了 那這個老師去了解之後呢 才發現 又是典型的 知道同學們知道他是原民生 就各種標籤貼給他 嗯嗯嗯 所以讓他覺得這個環境 不太友善 因為受到訝異 所以大家不要忘記 現在很多的 大學校園裡面 很多的原民生是不太願意去表述他的身份 嗯 那很多人會說 你看你原民生都不太 願意表述你的身份 不太認同自己的身份 可是你要轉過頭來去想 他為什麼不太願意表述 嗯 到底是他自己真的否定他自己的身份呢 還是他覺得那個環境不友善 嗯 那 那坦白說 很多的時候 他其實是環境不友善 那環境不友善之下的話 他會覺得說 老師對我有一樣有關 同學對我一樣有關 我自然而然 我的學習的狀況 可能就容易出問題 那因為這些因素 所以 教育部以往則是法會上 一個道德訴求的條款 希望就是德啦 各校特設立人士中心 那後來 目前雖然也並沒有嚴格的規定 應成立 可是教育部以往原民會 他就拿出資源 用震懾性的手段 去鼓勵各小成立 我講坦白話 這個真的在推動的時候 越是老牌的學校 他越是不想動 比如說最具指標性的台大 台大是一開始的時候 都不太願意成立的 怎麼說 他覺得說 他的態度就是 我剛才所講的傳統的概念 你原民生進來 我就已經給你保障了 我剩下的要考慮自己努力 他完全沒有 沒有理解到我剛才所說的 一個環境 如果對原民生 他覺得不太友善的話 他反而會變成 他課業上挫折的一個來源 那教育部還動用了很多管道 去說服台大 台大最後才願意成立 因為它是一個指標性的學校 所以 所以 或許 我們整個高等教育的樣態 大概就這個樣子 不只是原民生的輔導的工作而已 很多跟原民有關的一些 一些事項 可能我們的敏銳度都不太用 更容易從既有舊有的一些觀點 來看待 跟原住民相關的一些事項 不只原住民學生的服務 連台大先前要處理 先前他們研究原住民 有一些 有些研究倫理上的一些問題 對 轉變的 那個狀況其實也讓我們覺得說 好像大有改善的空間 所以 現在的大學校園裡面 事實上就像東剛老師說 他事實上對原住民 還是有很多的不友善 但甚至我們常在講的微騎士 也許他不會表面上面去說出來 但是在很多的言語 或是不經意的過程當中 那個壓力 可能不是一般的所謂的漢人學生 他可以感受得到或是可以理解的 那所以原資中心的出現 當然一部分是讓 這些原住民的學生 他有一個在心理上面 或者是一個群體上面的一個資質 那另外一部分也會跟他的這種所謂的 課業啊就業啊 生涯規劃等等的一些輔導 會有一些關聯性 那我們看到從教育部的角度 他是利益良好 然後也希望能夠達到這個目標 不過我們的老朋友林福岳 老師以前是你的同事 他在有一次的這個訪問裡面 談到一句話 我覺得蠻有趣 他說教育部在討論原資中心規範時 常會把要求拉得很高 但是當我們實際了解各校狀況 會發現有兩個結果 第一個結果就是各校不晚 那第二個就是所謂的敷衍和欺騙 那與其這樣我們不如先求有再求好 那這是林福岳老師 他現在是文化大學大傳系的老師 過去也曾經在東華大學任教 那他長期的關心 也參與一些原住民的事務 他對於這個原資中心的觀察 也就是說 剛談到的目標很好利益很好 可是他回到一個執行端 執行端就會涉及到的人力 包括經費或者是一些文化上面認知的 這樣的一個差異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再回來請教我們的東幹老師 就是這個利益良好的這個目的 到了這個執行端 當中為什麼會出了一個問題 那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這個問題有可能去解決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歡迎再次回到燦燦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中翔燦燦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營記錄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通過任務的專訪 帶大家了解到一些正義性之間 背後知道我們要關注的議題 我們有Podcast頻道 有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收聽收看 也期待您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讓獨立媒體走的更遠更好 讓我們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 今天在節目當中 要來跟大家從東海大學的原住民族的 學生的資源中心 這個正義的世界 來談整個台灣的原住民 中心 這原治中心 他到底面臨到什麼樣的問題 在節目當中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的是 東華大學的陳章培倫 東幹老師 東幹老師你好 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在我們上一段的節目當中 我們有我們的老朋友 就共同朋友 福岳 林福岳老師的一段話 來做一個捷運 我想要也成為這個開場 我再把剛剛的福岳講那句話 講的蠻 再講一次 就是 剛剛我們在前一段那段 談到這個爭議的事件 然後也談到了這個原資中心 設立的目的 可是我們得要回到現實面 因為東海大學 事實上也是在現實面 他出了一些狀況 那林福岳老師他怎麼說 他說 教育部在討論這個原資中心 原資中心規範時 常會把要求拉得很高 就是那個期待很高 或是那個利益非常的好 但是有點太高了 但是我們實際去瞭解 各校的狀況 就會發現有兩個結果 一個就是 這個標準太高 這個利益太良善 然後 他需要的這些能量 或是知識 或是態度很高 那就不晚了 那另外一種是所謂的敷衍跟欺騙 那當然我們不是說 這個出事的學校 他就是敷衍跟欺騙 但是他可能也會出現的 另外一種現象 就是他其實不知道怎麼互動 怎麼去對待 那你怎麼去看待林福岳老師 對於這個原資中心 現況的一些評價 福岳老師的觀察 那我覺得大方向上 我相信不管教育部 或者是這幾年來 常年協助教育部的 幾位原住民的老師 或者是對原住民族 的教學研究 非常熟悉的老師 其實其實早就已經 觀察到這樣的現象 那教育部其實也不是不理解 那當然這個 這個原資中心的業務的推動 我們當然有一個比較 遠大比較 高遠的一個理想在那邊 但是從最近這幾年 教育部的這個調整 那其實可以看到教育部 某個角度來講蠻用心的 為什麼呢 一方面在一些法規上面的一些調整 另外一方面在一些 經費上的一些抑注 尤其是經費上的抑注 那調整的非常大 為什麼呢 比如說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各校的原資中心 這個工作人員 由於是助理 那很多學校就設一個空投的原資中心 一個老師兼任主任 然後其實是沒有正式的助理 因為一開始教育部覺得說 這個學校你自己調一下經費 甚至很多的學校 明明就是高教生根的學校 他可以在他的 龐大的補助 預算裡面 他去挪一個名額就出來 嗯 可是講一坦白話 因為 這 原資中心的這個設立的 這個工作的推動 正好是在整個高校的 這個 預算資源緊縮 這個時候 所以你要各校去 在校裡面 在各校裡面比較 比較複雜的一些事務裡面 你去挪出經費 挪出人 對於各校來講 他其實也是一個為難這個地方 所以 可是後來教育部調整的非常的快 啊 那麼他們馬上就去 去 新增經費 啊 那麼 去補助各校設立專人助理人員 甚至現在都已經到了所謂的 按照這個人數的這個比例 你可以 增加到那個兩到三個助理 那 甚至 甚至原資中心的主管和助理人員 我們也心自肚明 當然有一些是原住民 不過 尤其是主管 也並不太多 比並不太多 那也擔心 這些助理群 那麼 對於原民生 不太瞭解 然後因而會出現 文化上的一些落差 或者是有點忽略了原民生的一些自主性 然後就會產生一些 信任感的問題 造成原資中心的業務推動不太 不太順暢 所以 其實大大小小的各種 以區域為中心的 或者是以全國 為 為這個範圍的一些培訓的一些活動 其實非常的 的這個秘密 那 我想教育部 當然也是看到了 不太可能說我這個業務一推 一推動 好像各小組馬上就會到位 那 所以才會有 我剛才所講的各種 資源的一些投入 或者是 一些人力培訓的一些工作 但是其實我 我原先其實也蠻擔心一件事情 就是說 就如同 剛才主持人所說 伏毅老師所說的 先求有 再求好 那我原先就蠻擔心 就是這樣子 先求有好 再求好 全球有再求好的過程當中 會不會等不到那個好出現 就有幾個學校出狀況 然後 就會導致大家對於 這個原資中心的工作的一些 信心上一些挫折 那現在 現在好像就有類似這樣的一個跡象 那 不過教育部接招的也很快 因為 各校原資中心 訪飾的業務的 這個進行 其實原則上是在暑假前後才在推動 那這次因應那個東海大學的這個狀況 其實教育部也沒有一直多 所以他們就提前把東海大學的這個訪飾 提前的做 提前的做 所以可見其實 其實教育部接招的也蠻快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好幾個 好幾個 雖然是好幾個環節的這個 這個互動的問題 你教育部的政策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你政策的這個彈性 或者是因應變化的能力有 有多快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剛才前半段我們提的 那你學校的轉變有多快 我們只能夠期待說 在教育部和學校去面對原民生 他們也在自我成長的一個過程當中 希望這些負面事件盡量少出現 然後呢 慢慢的等大家調整到位了 或許 或許 才能夠讓大家看到這個原子中心的 可能在對原住民學生帶來的一些 正面的影響 會有什麼 不過這裡會涉及到一個體制上面的問題 就是我們知道教育部最近這幾年 其實 我們知道像 所謂的老調重彈 所以新自由主義好了 就是這種所謂的 對於所謂的教育部去對各校經費的補助 或是所謂的支持 他事實上都會變成是一種計畫型的模式 那計畫型 當然有一些是屬於競爭型的計畫 例如說 大學社會責任 USR 他就是有競爭型的計畫 那我自己本身就會覺得說 大學社會責任 本來就應該要去做的事情 為什麼要用競爭 然後寫Proposal寫的很好 之後呢 我再給你錢 我覺得這個本身是有一些 有些吊詭之處 那另外一種可能是一種所謂任務型的計畫 這種任務型的計畫 可能就有點像 這個原資中心的這一種類型 就是我交辦你一個任務 然後這個任務 希望你可以去達成 那這個當然就會變成是 他經費的發給的方式 那這發給方式 當然他 以教育庫在過去的一些評估 大概就是KPI KPI可能就是直化跟量化 這不同的做法 但是在這種 不管是怎麼樣類型的KPI 就會出現 剛剛談到輔月提到 可能會有所謂造假欺騙的這種情形 或者他只是要去撐出一個場面 那讓大家覺得很多人 我們去過很多地方 很多人參加 可是那個實質上面的評估跟評鑑 可能就會出現問題 那第二個 因為這是一種任務型的 可是如果我剛一直談到說 原資中心是一個非常重要 在整個教育體制上面必須要去設立的 一個做法 不管是從這個文化歷史 或是過去的 或是現況的角度來講都是需要 可是其實他變成是一種任務型的 那他可能也不會放在一個學校的正式的體制當中 所以他就會讓這個東西沒有辦法真正的建制化 所以他變成是有錢來我就做 或是我努力的去做去爭取錢 那可是他就一直在這個循環裡面 你怎麼去看待這種現象 但是你也剛剛也提到說 教育部好像最近這幾年有一些改善 這個部分的問題也有改善了嗎 因為各校的執行的狀況真的不太一樣了 那對教育部而言的話 他也有很多策略 那麼去想辦法去改善這個現象 比如說我剛才有講過 那從應該是三年四年前開始吧 那麼有對於各校的原資中心的 這個GEO的一些獎勵 一些評選和獎勵 那基本上我們先把那個 比較好的一種模式的一些學校 或者是 或者是這個 這個參與人員 先把他們標舉出來 然後讓各校去看 比如說 比如說你能夠獲得GEO 原資中心補助的各個學校 他要嘛是把他 那個單位 把他放在學校的這個組織規程裡面 然後變成正式的單位 甚至有的時候他的單位的成績 還蠻高的 甚至搞不好可能會有 至少是學校 比如說三掌級之類的 來去主導 那他就會可能去 去橫 就橫跨學校各個單位 去整合 大家一起思考 圓民生 因為我們曉得圓民生 他在學校會遇到的問題 有的時候是橫跨好幾個單位 嗯 那有些學校就能夠 在這種面向上表現的比較好 可是有些學校就很好笑 他就會把那個原資中心 把他當成 把他當成學務處裡面的一個工作而已 然後也沒有跨到那個其他的 比如說那個教務單位 或者是教學卓越單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學校 其實做的蠻不錯的 那 因為我們真的講講坦白話 按照目前的教育部的這個力道 和 和能夠去 輔導各校的這個作為 真的沒有辦法到 100多個學校 我們這樣子一個一個去 去檢查他 那但是我們先把一些比較好的這個典範 哦 那麼 把他標舉出來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不只是單位 甚至包括人 那 大家雖然都期待說 呃 你的這個中心的主管 或者是助理人員是員助理 可是 當然我我也是這麼期待 可是我我更期待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就是 你雖然是漢人的主管 漢人的老師擔任這個這個主管 或者是漢人的這個助理 可是你如果能夠對於 文化差異有定程度的了解 對原民生的自主性 有定的這個了解的話 你可能做的 也未必會比那個 原民集的這個這個這個人員還要差 啊 因為我會覺得原資中心的工作 他基本上是一個 原和合作的一個工作 那教育部現在也懂得 從這些基歐人員當中 去樹立一些典範出來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上段節目舉的一些例子 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漢人的助理 他其實做的非常的好 那我們是希望 這種基歐的單位 基歐的人員 那 我猜啦 那個 未來大概慢慢運用他的 他們的一些影響力 在整個大學群體裡面 看能不能發揮一些證明的影響 像比如說這次的那個東海大學 這個事情 那 當我們要給東海大學建議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是很明確的特別提到說 比如說有一些學校 一樣也是教會學校 對於原民生的這個業務就做得非常的好 那為什麼 那個學校為什麼不去那個 不去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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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一下了 然後我們也提到說 學校的人員 如何跟原民生溝通 我們也舉了很多例子說 那個經濟年有機會 我們覺得表現的不錯 而且不是援助 那不妨也跟他們 請這些表現基歐的人員到學校 那麼去 跟 學校裡面相關的一些人員 進行一些座談 溝通 所以我覺得 這個的確是沒有辦法一步到位的一個工作 可是你透過各種環節 你慢慢去調整 慢慢去調整 雖然未必能夠滿分 可是 我們在任何一個組織 不可能有滿分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說 還是有機會朝正面的方向去發展 那或許有些人 對於東海的這次事件 很不 很 比較非常批判性的去看他 的確需要批判性的去看他是沒有錯 可是在這個批判的過程當中 你如何 就正好就幫各個學校 點出來說 你們會出問題 那出問題的問題可能在哪邊 嗯 那麼以往大家只覺得說好像 對原民生不了解啦 什麼的 那可是對原民生不了解的程度 他可能只存在什麼的 人家的文化跟你不一樣 那你真的瞭解人家的文化 嗯 可是在這次這個事件當中 因為東海的 司長們一直在講說 我對原民生很好啊 然後呢 哈哈哈 我一直很照顧啊 然後他一直想要說服那個原民生說 我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老師們這樣子做是對的啊 之類的 嗯 那在這個部分當中 那麼 呃 就外父的人員角度來看的話呢 忽然發現 東海好像只停留在說 對原民生的文化差異不太一樣 我要尊重 可是你對於他的文化差異 差異到什麼程度 甚至他為什麼 很多人會說原住民有玻璃心 因為看起來 看起來東海大學的市長也覺得 為什麼原住民學生反應那麼激烈 嗯 因為他們不知道 原民生可能相對於一般生在 我剛才講 這種族群傷痛的這個記憶上面 可能有一些疑序 在他們的內心當中 所以很容易 遇到一些事情的時候 他們的反彈會比較激烈 那這個恐怕 或許是 也正好因為東海的這個例子 搞不好就更 更 更具體更明確的提醒科教的 這些原子中心的工作人員 尤其是非原住民的工作人員 我們不能夠只是表象上的說 原住民的文化不一樣 我要頓頓的文化 你更要了解 這個族群 他的整個在台灣歷史上的 這個過程 發展過程 那在不同族群互動經驗當中 他的族群到底遭遇了什麼事情 他的個人 小時候他或許沒感覺 可是到了這種20歲上下 的這個年紀了 那麼他的族群的這個歷史記憶 如何在他的內心當中 那個產生影響 然後 他會處理這樣一個心理狀態 那處理那樣的心理狀態 那你要如何 更加謹慎的跟他去做溝通 我覺得這是必須要注意的 甚至我這次都有那個提 提醒那個東海大學 我就說 恐怕你們的那個 那個這個這個輔導 那個那個那個 這個這個 心理諮商輔導體系也要進來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看得到 在東海的校園裡面 學生覺得很委屈 教職員也覺得很委屈 這種委屈點 到底在哪邊 說不好 那個不只學生的這個輔導 甚至連老師的這個輔導這一端 都要同時進場 那個 先不要講對錯 我特別 跟這個東海的一些 一些朋友 我們講說 你先不要講對錯 先不要急著 要去說服對方說我是對的 然後 你沒有看到我 我幫你做做做得很好的一個地方 我先把大家的情緒相互 那個那個接起來 OK 那我甚至也會到過頭來跟一些 跟一些原名聲講 我就說 你不要看這些老師們是大人們 可是他對於 對於原住民的了解 這個也不會比你多 所以他們有時候會覺得很委屈 那個 然後 然後 有的時候我們也要覺得這是很正常的 嗯 所以我是覺得說 在族群事務的處理上面 一方面是論理是沒有錯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覺得 因為大家的不了解 大家覺得好像都是為對方好 大家都覺得說我是對的 所以在情緒上很容易跑出來 所以倒不如先把情緒把它截住 然後再慢慢 去看說 雙方的主張到底有沒有到 我覺得 我覺得這搞不好 因為東海這個事情 就讓各校的原子中心 在 工作的推動上面 可能要了解這個面向 哦 那麼 要讓 尤其是 可能非原住民的 原子中心的主管 或者是 或者是工作人員 要了解說 對原民生而言 你不要太早講他是玻璃心 先去了解他 為什麼會有大家 一般人所講的玻璃心 因為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這些原住民老師 相對而言 比較容易跟原住民學生溝通 因為我們有共感 因為我們的歷史記憶是一模一樣的 嗯 OK 那 那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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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悦 他不是原住民老師 可是原住民學生也很喜歡他 為什麼呢 因為 他 他雖然不是 雖然 他的歷史記憶是跟我們不一樣的 可是他能夠同情了解我們的歷史記憶 所以原住民的學生也會很喜歡他 所以我覺得 因為他是 他是熟悍 所以大家都 熟悍沒有錯 所以我覺得 中海大學的這個事件 我覺得從某個方面 他是需要一個解決的時間 可是他也提醒了教育 不應提醒了 提醒了這個原住中心的系統 有哪些地方可能物質不足 我們可能要加強 嗯 那我們當然知道這個社會進步是需要時間 所以文化能夠理解 他更是需要時間 可是 呃 從一個所謂的你長期在推出 推動這個原住民族的運動 也是一個教育工作者 你不會去希望在制度上面有一些比較 大的一些改變的可能性嗎 就是這樣的一種計畫型的 或是這種政策型的 就是如果回到 呃 不是現實啦 就回到另外一個理想的狀態 你會怎麼樣去建議教育部去 在制度上面去做一些更好的調整 要不然 這樣的一個 一個一個例外啊 這個東海大學的事件 恐怕不會是一個最後的一個例外 或是一個意外吧 我覺得很有可能 有些需要搞不好 只是那個聲音沒有出來而已 對 所以他還是有一些 當然我們知道這是時間 可是制度上面 有可能讓大家比較正常的嘛 就是比較認真來做這件事情 而不是說 啊我因為 因為大家學校都很窮啊 所以我就趕快去申請一個計畫 來去補貼我自己在經費上面的 一種 一種不足或是有限 那可是這個東西 其實我會覺得不是 扎根在這個 這個學校的行政單位 或是這些主管的心裡面 他覺得必然要做的事情 又有什麼樣的一種 具體在制度上面改善的 這種可能性嗎 其實從 教育部和原民會 從前幾年開始 確實的去落實 原教法裡面的規定 鼓勵各校設置原子中心 其實這幾年來都不斷在做調整 那 當然理想上 我們是會對原子中心 他的主管 比如說他的主管的這個 族群背景 是原住民當然最好 那不是原住民的話 沒有關係 那你要有 相當的 這個文化或族群的敏感度 那對助理人員的期待 我們也是這個樣子 可是有的時候是這個樣子 就是 為什麼呢 比如說助理人員 其實 其實教育部也可以直接就規定啊 你要有這個 要教育部的補助的話 你助理人員 你都全部要找那個原住民的這個助理 可是我們自己知道 其實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所以 你要是那個硬性的這個規定的話 那 會不會各校這種陽風陰味的這個狀況 好不好 就更多 所以 所以我覺得 對教育部而言 他在制度上面 他基本上是兩三年就調一次 兩三年就調一次 然後慢慢的把那個標準達到越來越高 比如說 比如說我剛才有講過 也知道原汁中心的主管 或者助理人員 他未必對原住民 有足夠的熟悉度 也不太了解 到底該怎麼樣跟原住民去跟應 對 所以會有那個 區域性或者全國性的研習活動 一開始的時候 職業活動並沒有硬性的要求啊 所以各校那個參與者 那個滴滴辣辣的 然後後來制度上就在做調整 什麼調整呢 比如說在補助經費的這個 核定上面 雖然不是競爭型的計畫 原則上總統有講 可是也有 還是會按照你 你先前的這個表現的這個狀況 所以 所以比如說 每年在進行補助的時候 前一年度該校的原汁中心 或者是助理到底有沒有參加 我們期待他參加的培訓 他就會有列表出來 用這種 用這種我們講說 一步到位的這個制度 恐怕不太容易 而且我剛才講過 你過度理想一步到位的 到時候反而會出現 那個上了政策效果對策 那基本上就是 逐年沒兩三年 沒兩三年 我們在制度上面 不管是法規 或者補助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要點計畫上面 去慢慢的拉高 慢慢的拉高這個標準 所以 所以我自己的觀察是 他並不是說 完全沒有任何制度期待搶錢 就這樣子下去 然後也不是說 並沒有完全這種策略性的一些做法 讓一些制度慢慢的把它伸出來 然後只是讓制度就停在那個地方 但是 我不太 我自己也沒有把握一件事情啦 你讓這個制度往好的方向慢慢去調整 慢慢去 去這個漲出來 這個速度到底 到底 能不能夠跟得上大家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原子中心系統的 這個信任建立這個速度 我也蠻怕那個制度的 這個往那個理想的方向調整的速度太慢 然後呢 像東海的這種事件 不斷的一切出現的話 反而會讓 原民生或者原民社會 對於這個體系 的信任感 下降之後 你制度再怎麼調 也恐怕應付不來 嗯 我覺得這個有點困難 就是那個節奏到底是什麼 就是 嗯 東海的提到你的看法 就是哎 會不會吃筋肉包 但是有些人 你也擔心說 如果沒有去好好的處理 會不會 類似的問題又不斷的出現 然後 破壞的這個社會 對這個體制的這個信任 所以我想我們當然能夠做的 當然 就是不斷從媒體 就不斷去監督 不斷去討論這件事情 讓大家可以更理解這個事情 在 呃 他的利益跟實現上面的困難 或者是一些 到底應該怎麼做 是一個比較好的做法 今天非常謝謝 東漢老師來接受我們訪問 那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跟你請教相關的議題 那我們節目今天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